平位高相 关系很大 往生平位低 到西方极乐世界 振到究竟佛国的时间长 如果往生的平位高 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成佛的时间就短了 关系在这个地方 可是不管怎么说法 只要能往生 那都是稀有的因缘 即使是凡圣同居主 恰恰平往生 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 到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需要多少时间 十二节 十二节在我们看起来很长 可是在一般菩萨修行人 以心目当中来看太短了 你看看华严经 法身菩萨常说的 圆教促足 正在圆教促足 法身菩萨 通过四十亿个阶级 破四十亿平无名 正到究竟佛国 需要多少时间 三大二十亿七节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十二节就成就了 你才晓得西方世界的殊胜 你才知道 为什么诸佛如来赞叹西方几土 太稀有了 你去不了是没有办法 你要去得了的话 那个地方跟一切世界相比 这是俗成版 俗成已经很难得了 俗成的成就 绝不亚于那些修三大分析的 说实在的话 只有比他高明了 不会比他差了 你说这多俗成 所以这种机会 确确实实像开经纪上所说的 百千万级难遭遇 我们这一生 得人生遇佛法 又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这么好的经典 无比的稀有 应当值得庆幸 要把这个机缘 好好的抓住 千万不要轻易放火 这样子 好好的 还有 成功能 Chancellor 够